大家好 大家好 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非常特別 我們今天現在要連線到挪威 我們在挪威的留學生 他叫做約瑟夫 Joseph 約瑟夫你好 紅銀大哥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麼我先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背景說明 為什麼我們要訪問約瑟夫 然後連線到挪威 最主要是約瑟夫他們一群台灣的留學生 在挪威政府他們把這些留學生的國籍 從台灣改成中國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一連串的奮鬥 可是依然功敗垂成 所以他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行動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訪問約瑟夫他們 為台灣的主權證明的奮鬥的過程 好 約瑟夫 那我先請教你 你是台灣讀了大學之後再去挪威讀書嗎 我大學畢業之後有在台灣工作幾年 然後才到挪威念書的 那你去挪威是讀什麼 現在是念國際人權法 國際人權法是吧 方便請問你幾歲嗎 現在28歲 28歲 那為什麼會選挪威讀人權法 因為挪威它本來在這個領域就是世界知名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他們在刑事政策 還有犯罪學的領域 他們也是很有名 那這幾個領域都是我在大學就很有興趣的 所以才想說來這邊深造這樣 好 那你大學也是讀法律系嗎 是是是 OK OK 好 所以你現在是攻讀碩士嗎 對 其實我今年剛畢業 3月已經從碩士畢業了 現在在準備申請博士這樣 哦 那他們的學制碩士也是兩年嗎 對 碩士是兩年沒錯 OK 那 有些國家是這樣 就是 法律的學位好像要 這個 學士後才去讀法律 因為這樣比較有人生的經驗 他們也是這樣嗎 對 這邊他們是比較像德國 就是他們是從大學一年級就要開始直接念到大五 等於花五年的時間拿到法學碩士 就是他們一次 他們沒有法學學士 只有法學碩士 但是我念的這個國際人權法 他是比較特別的國際學程 就是開放給外國人也可以來就讀 所以他是給已經有學士背景的人來念的 哦 是是 那博士要花最快可以多少時間拿到 博士的話要再三年 再三年 OK 那最多可以拖幾年 呃可能四年就是已經很長了 好 OK 對 好 這個是讓大家了解一點背景了 那我想請問你是 呃你們是去了挪威之後才發現 呃台灣的國名被他們改成中國 還是說以前就已經這樣了 沒有 就是我是到了以後要申請這個居留證 然後要在那個學校的辦公室排隊申請嘛 嗯 然後那時候就在排隊的時候 遇到有台灣的其他學生 就很開心跟他們聊天這樣 嗯 然後聊一聊才聽他們說 欸 你們知道所有台灣人在挪威 都要被註記成中國籍嗎 嗯 然後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嗯 所以不是 對 他不是啊 這個最近或近幾年才改 他以前就這樣了 呃 呃是從我們是後來聽就是 在當地大概比較久的僑胞說 是從2010年開始改的 2010啊 哦那可不可以請教2010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要突然改 以前就可以為什麼後來不行 2010年就是 剛好挪威這邊有發生一件 比較敏感的事情 就是他們在那一年把 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頒給劉曉波 嗯 所以等於說 他說在那之後 中國他就是對挪威進行一些外交上的報復 包括他禁止挪威的鮭魚進口到中國 然後禁止觀光客到 挪威旅遊就有點像是他們現在對台灣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挪威政府就 對於中國相關的問題都很敏感 就是很小心在處理 所以我在想 就是我們幾個台灣的 台灣的學生還有僑胞的討論 都覺得說可能我們的國籍被改 跟這件事情有所關聯這樣 OK這也只是我們的判斷就對了 對對對 OK 這個諾貝爾 諾貝爾獎是瑞典嘛 皇家學院辦的嘛 是 但是那個 諾貝爾和平獎是 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辦的 是是 OK 那 這個我們在挪威現在有多少留學生 台灣 在這邊留學的大部分是來交換 大概半年一年就會回去了 那固定念學位的可能 這個不到50位 不到50位 OK 那半年一年的 加上半年一年的有多少學生 很難說 因為大家也不一定都會 跟學生 就是那個學生團體聯絡 所以 可能再多個多個一倍吧 了解 但是就是實際上有參與聚會的 可能就是連50位都不到這樣 哈哈哈哈 對 那就是即便是 這個渡海重陽 跑到挪威去 台灣人去 但不一定也會 大家就是他們會聚在一起就對了 對對對 了解 那中國學生有多少 中國學生 應該是比台灣學生多蠻多的 但是如果你跟其他 歐洲的大國或像是英國 法國 德國 或甚至美國比的話 當然是也是不能比 但是比台灣多一些 對 OK 我想中國人留學的主流 不是跑到挪威去 當然 那 你們發現了 我們的國籍台灣被改成中國以後 那你們接下來開始展開什麼行動 就是我一開始就是先跟駐挪威的台灣代表處聯絡 那代表 那代表處那邊也是說他們有一直在密切跟挪威的政府交涉這件事情 那 那因為那個時候是新的代表上任 那我也是給他一些時間去處理 那 可是過了一年之後 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然後又陸陸續續有台灣人過來 然後又繼續反映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就是學生的留學生不滿情緒也是不斷在累積 所以才會說那時候我就在臉書上的這個北歐學生群組提出說 如果說外交部這邊沒有辦法再更進一步的幫我們爭取我們的權益的話 我們是不是自己可以像我自己是念法律的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看 試看看從法律途徑著手 給國能維政府施加一些壓力這樣子 嗯哼哼哼 那我們的代表處 現在還有代表處嗎 沒有了 已經撤了喔 去 對 去年撤館了 哈哈哈哈 對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會迫使我們想說 如果不做什麼的話 可能就一輩子就是這樣了 就是被政績為中國人了這樣子 了解 了解 對 好 那可不可以先請教你 因為台灣也有人想當中國人嗎 那當然不多啦 各位訴 那為什麼你不想當中國人想當台灣人 就是其實 其實那個 我認識到我的身份的認同是台灣人其實也不是很久的事情 就是比較是在太陽花學日那陣子 然後再加上我出國以後 然後跟幾個外國人在交談的過程中才發現說 原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認識度那麼低 然後大家也不太清楚台灣到底跟中國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我才那個時候有比較強烈的覺得說 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必須為我生長這塊土地做些什麼 我覺得是在那個時候才慢慢的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這個台灣人身份跟其他那些中國學生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從我們的談話過程 還有包括我們也會對於我們的國家地位做激烈的辯論 在這過程中你就會慢慢發現說 台灣人跟中國人的差異會慢慢顯現出來 那個差異是什麼 就是大家從小的成長的教育 那個教育背景還有成長的環境都不一樣 所以形述出來就是說 台灣人會比較敢談論公共事務 但中國人就是他們會先用民族主義的觀念去框架你 但是他們不會再深入跟你談背後的一些問題 對 社會問題那些 他們就說這是政治我不想談 我不想碰政治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在我們這一代對於公共事務討論 還有對於自己國家的關懷 我覺得這方面還是 台灣人會比中國人表現的更明顯一點 了解 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用民族主義壓你 是 你是中國人 你流入中國人的血 你是炎黃子孫你為什麼怎麼說的呢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在公共場合 如果我講中文被中國人聽到的話 他們就往往第一句就是說 你也是中國人嗎這樣子 對 但我就很不喜歡他們這樣問 就是為什麼不是更開放的心態問說 你從哪裡來你為什麼會講中文這樣子 就好像只要講中文就一定是中國人 嗯哼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太怪他們 他們沒有學會更細膩的尊重 是 所以太陽花學院對你影響很深 對阿 那時候你有參加嗎 那個時候我在上班 所以大部分是下班以後就到現場去 靜靜的坐著 然後聽一些講者上台講話這樣子 嗯哼 那因為我 因為我自己 呃就是從事法律工作嘛 所以那時候 我也有說就是說可以 呃 義務幫大家 就是如果有任何法律問題的話 幫大家質詢這樣子 是 那你剛剛講說跟中國學生在辯論 啊國家主權的時候 啊 會 啊這個辯論到不歡而散嗎 嗯 就是盡量不要啦 就是我盡量都是希望這個討論是一個良心的討論 然後可以繼續維持我們的友誼嘛 因為 如果你跟他敵對的話 他反而 就是之後也會更沒辦法認同你的理念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盡量在不委屈我的尊嚴的情況下 跟他維持良好的關係 所以我會避免避免用一些 呃我覺得一定會冒犯他的立場的字眼 去跟他進行辯論 了解 所以我也會盡量的站在他的立場去思考 他的想法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然後再跟他說明我的想法這樣子 嗯 那辯論到最後他們敢接受台灣是個國家 這樣的概念嗎 他們 我是 他們是當然是口頭是不會這樣子講啦 但是 但是有一些 就是畢竟會來念人權的人 有一些他們大部分還是 比較有比較多這種 就是liberal 就是比較自由主義的 的思考思考方式 所以他們到最後還是會覺得就是 會認同說應該要開放給台灣更多的主權 跟自我決定的機會 這是比較liberal的人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說其他不是念人權的中國人的話 他們往往就是就是討論到後來就是 會轉移話題這樣子 嗯哼 那他們在中國劉曉波這個消息 其實是被嚴重封鎖的 是 那去了挪威的學生 當然就知道了劉曉波了 嗯嗯 那這個事情對他們有啟發嗎 有撞擊嗎 呵呵 就是我 呃我 我有一次去參觀那個 諾貝爾和平獎的博物館 然後其中有一個很大的 的版面就是在介紹劉曉波 然後那時候我就遇到 一對中國人經過 然後他們就說 欸 這個是誰啊 沒聽 連聽都沒聽過 真的假的 對 然後他們就走掉了 看一下就走掉了 他們也沒細看 所以就像您所說的就是 他們對於這個人的認識是很少 甚至 完全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你說其他有聽過的人 他們 呃 除了他們有民族主義之外 他們也有很深的反美情節 嗯嗯 所以他們就會說 啊劉曉 那個諾貝爾和平獎 根本沒有公信力 因為他隔年就把和平獎 頒給了歐巴馬嘛 嗯 所以他們就會用這一套論述去說 那個是西方的東西 西方的獎項 所以當然是會盡量去黑中國啊 黑 黑共產黨之類的 他們會用這樣子來反駁你這樣 嗯嗯嗯嗯了解了解 就是不屑一顧啦 對 故意輕蔑 然後來顯示 自己的心中的國家尊嚴 對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遠在挪威讀書的 約瑟夫 他現在正準備 攻讀挪威有關人權 人權法的博士班 那因為必須要進廣告 我們請約瑟夫你稍帶一下好不好 是 好我們不要掛斷馬上回來 好 好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在是連線 這個約瑟夫 Joseph OK那 約瑟夫呢 去讀書以後才發現從2010年開始 挪威呢把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改成 中國 那所以約瑟夫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不行要捍衛台灣的主權 這樣那所以 約瑟夫接下來你們就開始展開什麼行動 接下來就是我除了在這個臉書上問了大家的想法之後 有些人就有積極的回應我嘛 那我就自己的狀態 什麼叫臉書上 問誰 你臉書上問誰 就是我在 我剛剛有講說就是我在臉書上說 問大家說我們要不要試試看走法律的程序 去給挪威政府施加一些壓力 那陸續就有人在底下回應說 支持這樣子的想法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問卷 然後看大家願不願意一起加入 組成一個這個訴訟的小組 然後因為我們也要跟當地的律師討論 確定說這個案子到底有沒有可行性 然後跟律師見面開會也需要花一筆錢嘛 所以我就跟這幾個願意加入的人 就是募到一些資金 然後跟當地的律師開了一次會議 那會議的過程就是很愉快 然後他們也解答了很多就是程序上的問題 還有大概的訴訟費用這樣子 那實體的層面上 也是認為說有勝訴的可能性 但是比較要避免是說 像之前台灣在瑞士告國際標準局的案件 最後被以政治問題不受理這樣子 那所以說在這個案子 我們的訴訟策略會還是集中在 就是台灣人的人權身上 而不會集中在討論說台灣的國際地位 或是跟挪威之間的外交關係 這樣子的政治問題 因為就是要避免法院 以政治問題在程序上幫我們駁回 所以說之後我們的訴訟主軸就會集中在說 我們的身份認同是一個台灣人 這個是一個歐洲人權公約 還有這個政治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保障我們的一個基本人權 那這個人權應該要在被挪威政府充分尊重 因為他把我們登記為中國 跟他承不承認台灣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他在外交上可以因為現實主義 或是因為中國的壓力而不承認台灣 這個我們也能夠體諒 挪威政府他的壓力 但是這個把我們註記為哪個國籍 這是他們內政的事情 他不應該要受到外界的壓力來影響 因為這個內政他涉及到的是 我們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表意自由 我們的身份認同 種種的基本權利 那這方面他應該要更有彈性的 去處理 像是說他如果沒辦法把我們註記為 國籍為台灣 那他也可以更折中的方式 就是用縮寫TWN 或者說國籍那個欄位就改成 像現在很多航空公司的折中辦法 就是國家DASH地區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用更多有彈性的方式處理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 他直接在國籍欄位 把我們註記為中國 是一種非常暴力 而且非常不尊重的手段 那這絕對是違反法律上的比例原則這樣 我看挪威的網郵報 說是挪威最大的報紙 好像做了很大篇幅的報導 是 這個是你們去找他們的嗎 對 就是我在 今年初就是認識了一個挪威剛從跟我同一間學校畢業的記者 那他剛好就是在今年出來台灣採訪台灣的年輕人 就是被稱為草莓世代的一群人 那他在過程有採訪了台灣的年輕世代的年輕人 然後反正這是他們那一期報紙的主軸 然後他就因為這個行程 然後跟我有所聯絡 然後我也上了他在挪威 我也跟他一起上了在挪威的一個廣播節目 談論就是說台灣的年輕世代怎麼樣看這個世界 怎麼樣看我們的社會 看我們的土地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這個記者認識了以後 我就之後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興趣在挪威幫我們報導我們這個訴訟的過程 那他說他現在的工作環境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報導這個事情 但是他可以幫我介紹 就是這個網友報的一個自身編輯 那這個編輯他本來就是長期有在關注中國的議題 那所以他聽到我那個朋友跟他介紹我們這個案子之後 也很有興趣 所以就跟我聯絡 然後我們也見了一次面 然後後續又用Email通信了幾次 深入了解我們這個訴訟的理念訴求還有過程之後 他就幫我們寫成了這個報導這樣 那個報導的版面有多大 我這個版面很大 它是一個跨版的報導 而且在頭版的地方還有一個很明顯的標示 就是告訴你在第幾頁 第幾頁有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就是一群從台灣來的人被築記為中國這樣子 那有引起迴響嗎 在當地的迴響 其實我覺得不大 因為畢竟台灣問題離 離濃威還是太遠了嘛 所以他們怎麼講就是說 就算他這個版面這麼大 但是還是很難說 有一點事不關緊 有一點事不關緊 對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還是好的啦 因為在那個報導裡面 他很詳細的介紹了 台灣的歷史跟中國的 還有跟中國的關係嘛 所以至少他提供了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有機會去知道這些 不然原本在這個國家 根本就很少人聽過台灣 或是知道台灣到底跟中國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台灣跟一般在聯合國的國家 有什麼不一樣這樣子 是 非常好 那挪威人對台灣普遍的了解程度怎麼樣 就是非常低啊 所以就是說 對啊 所以也是很難過 我在這邊常常 都要跟他們花很多時間說台灣 台灣的歷史 還有台灣的國家 還有台灣面對中國的壓力等等 種種的受到國際冷漠的待遇等等 我都要跟他們抱怨這些 然後他們比較好的人就會耐心的聽我講 然後當然也是有覺得就是說 就是摸不關心的人也是有 但是我覺得慢慢有越來越 我自己在說的時候 我覺得慢慢有越來越多人能夠認同我們的想法 然後也慢慢也會覺得說 挪威政府這樣子對待我們是不公平的 甚至是歧視的這樣子 然後也會幫我一起跟他罵他們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跡象 就是有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們的處境 然後願意跟我們站在一起這樣 了解 那會覺得 認知上會覺得台灣就是屬於中國嗎 就是我覺得看大家不同的 怎麼講教育程度吧 就是對於國際關係比較有深入了解的人 可能會知道台灣跟中國有一些糾紛 但是就算知道這樣子 也還是不是很了解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是什麼 好 那所以你當然有去請了律師 那你也有透過挪威移民宿院委員會去宿院嗎 對 那那個宿院有理你嗎 有接受嗎 就是我提宿院之後 我覺得他們對於我們這個案子覺得很極醜 所以他們一般的宿院流程是說 兩個月內就要結案 但是他們在中間用了很多的理由拖延 然後到我三月提 他們一直到11月才駁回 駁回之後 我就要再宿院到這個宿院委員會 然後最後我寫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法律依據 還有我們的法律基礎 但最後他就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說 把你租寄為中國 並不影響你待在挪威期間的權利和義務 就把我們的案子駁回掉了 然後完全沒有去針對 我的那些法律論述去做回應 所以我真的對他們這樣子 這樣子暴力的處理我們的案件 就是非常覺得很難過 是 那他用什麼理由拖延你 就是他們就說他們現在是移民期 就是申請居留證的高峰期 所以他們要優先處理這些申請的文件 然後之後他們暑假之後又有很多人放長假 所以說他們沒有人力處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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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年又是他們的國會大選 所以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 有在考量會不會有換那個 更換執政黨 然後而有不同做法的可能性 但最後去年的國會大選 那個原來的執政黨保守黨 就繼續連任 所以等於說這個政策就維持下去了 嗯 了解 其實如果他用 因為兩個月結果他 你的案子他弄了八個月 而且用了各種理由在拖延你 什麼員工休假潮什麼什麼正在 這個申請簽證的高峰 其實我跟你講 那就表示他內心是虛的 他知道他自己不對 他自己他自己不對 所以用這種理由拖延 不然如果他理由對很正當 他就老早把你打回票了 對啊 所以當然這個還有努力的空間 這有時候國際的現實 我們不得不接受或吞下去 不過不是代表說我們就要放棄 所以後來你要採取這個訴訟的手段 等一下我們繼續再請教你好不好 有關訴訟的部分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約瑟夫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我是鄭宏儀 我們今天是連線到人在挪威讀書的約瑟夫 那剛剛講說同學們就已經走宿院了 走宿院的這個途徑可是被駁回 那所以在宿院的可能性就沒了嗎 就是宿院現在已經結束了 就是我們已經窮進宿院的途徑了 所以現在能夠走的就是說 到挪威的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因為他們這邊沒有行政訴訟 他們只有民事跟刑事 就跟美國比較像 所以說我們這邊跟律師討論是說 如果宿院被駁回的話 就是走民事訴訟來尋求救濟這樣子 那你們打算要告誰 就是我們告的對象 應該是這個移民宿院委員會 因為最後把我們駁回的這個決定 是移民宿院委員會做的嘛 所以應該是告這個移民宿院委員會 那另外還有跟律師討論是說 因為移民局他們幫我們登記為台灣 幫我們的國籍登記為中國 其實是參照他們當地的稅務局 他們稅務局是負責所有的這些 外來移民的相關事項的登記 所以他們是參照這個稅務局的標準 去做登記的 所以我們可能也要一併把這個 挪威的稅務局拉進來當作被告 是 好 那這個訴訟需要花多少錢 這個訴訟當地的那個消費 水準比較高 所以說一個省級的律師費 大概要台幣50萬元 就比方說一省 地方法院一省要50萬 對 那50萬有包括就是說 給法庭的訴訟費 然後還有說例如說我們要請證人 的這些屢宿費用 也有算在裡面 但是這邊的制度是說 如果我們敗訴 最後最終敗訴的話 那對方就是勝訴方 他們相關的支出費用 包括他們的律師費 我們可能也要賠償 所以就是說 可能一個省級 如果我們全敗的話 要賠到台幣100萬這樣子 那所以需要這個錢的部分 需要台灣這邊幫忙嗎 就是我們的新聞 在挪威的報紙爆出來之後 台灣有很多媒體都跟進報導 那很多人就有到我們的 臉書粉絲專頁幫我們加油打氣 然後也提到說 需要經濟上的支持的話 也願意捐款贊助我們 所以然後後來又有一些 那個台灣的募資平台 來跟我們聯繫說 願意幫我們做群眾募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跟 幾家這個募資平台 在密切的討論 就是我們的募資 募資的那個網頁 怎麼架構這樣子 所以預計大概下週或是下下週 我們會公佈一個募資的活動 在網站上 所以大家如果點進那個網站裡面 就可以去了解說 我們的過程跟訴求還有理念 然後如果認同的話 就可以在那個網頁做捐款的動作 了解好 那其實一個省級才 一個省級要50萬 如果輸還要再賠50萬 就等同100萬 那搞不好還要上訴咧 對還要上訴 而且我們的目標是上訴到 那個歐洲人權法院嘛 因為我們不希望這個案子 只是留在挪威這邊 我們希望它能夠到一個 更有影響力的法院 就是到整個歐洲的高度 因為歐洲 台灣人被登記為中國人 不是只有在挪威這個國家 在很多就是比較沒辦法抵抗 中國壓力的小國家 也有這樣的類似情形發生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到整個歐洲的高度去創造一個判例 然後進而影響其他的國家跟進這樣子 所以可能有四個省級 對 到歐洲人權法院 對 而且四個省級到歐洲人權法院 搞不好那個費用也不只是50萬 對 就是要乘以4這樣 嗯哼哼哼 對 但是就是費用都很不一定啦 因為例如說可能這邊程序上就幫我們駁回了 那可能就不會花到50萬 或者是說法院裁定我們是學生 然後對方是政府 我們的資歷選不對等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認為我們就算輸了 也不用賠償政府這樣子 嗯哼哼 所以說 有各種可能性 對對 四百萬只是我們最悲觀最悲觀的評估 是 可是值得咧 如果 對啊 我們也是覺得這樣 當然 當然 不管成功與否 我覺得這四百萬都值得花 其實我老實講 從訴訟的過程裡面 雖然打的是主權 或者是這個我們台灣人權的這個受損 其實他也是一個在 讀法律上一個很重要的實戰的經驗 是 好 那一條走數院 不過數院已經失敗了被駁回了 那一條是走訴訟對不對 那訴訟是包括挪威的自己的 這個司法體系 那除了挪威的司法體系之外 可能還要再走到歐洲的人權法院體系去 對 應該這樣 那這已經是兩條路了 那有沒有第三條路 比方說 就拉白布條 就是重點就是說 我們有評估過啦 但是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人力很不足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對於台灣人的認識很不了解 就是你在街上抗議的話 大家不會知道你的訴求 不用辦法很快知道你的訴求是什麼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一方面就是 如果我們提訴訟的話 一定會有更多媒體 願意來報導我們這個事情 這樣子的話 靠媒體的力量傳播 會比我們在街上一個小小的範圍 傳播還來的大 了解 然後還有第三條路就是說 我們也有試著要從當地的國會議員 或是說反對黨著手 因為反對黨畢竟也是要監督政府 跟政府之間是比較對立的 對 但是很可惜的是說 就是這個新聞報出來之後 我們也有在國會工作的朋友 就是聽他們的描述是說 當地的國會議員對於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反應 一定很冷漠啊 對 所以就是說 然後我自己有寫信給當地的國會議員 那個時候大概是一年前 然後在我們側館之前 還有一個挪威國會友台小組 然後我是寫信給這個會長 這個會長甚至在信裡有說 他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挪威很多的國會議員 也認為應該要承認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我在進一步問他說 他說那所以我們這個居留證這樣子被登記 對我們這麼的不公平 難道都沒有什麼辦法嗎 但他也只是說 這只能從法律途徑去著手 然後他也可能可以跟他們的外交部長討論一下 要怎麼樣做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法 但是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然後台灣的代表處也撤關了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等於說我們在他們國會裡面的這個影響力也算是斷掉了這樣 了解 那您都必須要用英文嗎 還是挪威文 我這些正式的信件我都是用英文 因為畢竟我的英文比挪威文好很多 所以在需要謹慎處理的地方我都會用英文 但是日常的溝通我是會用挪威文這樣子 ok ok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正在挪威 小小的一個留學生 但是正在大大的為台灣的主權在奮戰 他是約瑟夫 Joseph等一下我們先進個廣告 繼續請教你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先訪問的是約瑟夫 那因為他覺得中國人跟台灣人 台灣的認同對他來講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想請教你就是 因為我的小孩也都 有一個去美國讀書一個去英國讀書 那我不曉得說像你這樣去挪威讀書 一年要花多少錢 當初來挪威 之所以來挪威有一個考量是說 因為這邊念書不用錢 因為他是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所以教育對他們來說是 任何人都應該要平等的享有的 但是最近他們這個 保守黨的政府上台以後 他們也有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對外來移民徵收學費 所以目前這個政策 雖然是免費可以讀他們的學位 但是未來會不會改變還不知道 所以說我在這邊的花費 就是 主要就是自己的生活費 時速 但是 對對對 交通 但是因為這邊的消費水準也是很高 所以換下來也是一筆 也是一筆不少的錢 對 對 要不要一年要不要一百萬台幣 加上交通加上飛機啊 坐那麼遠 呃不用啦是不用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省吃減用的 就是盡量都自己煮啊 然後自己買 買菜 對 是是是 欸我剛剛有有看喔就是 挪威一年出口 到台灣是一百五十五億台幣啦 嗯 老實講以台灣是一個世界貿易的 很大的國家來講 因為我們排名大概第十幾名 二十名左右 是 所以啊這樣的金額是不大啦 不過從挪威進口出口到台灣 大部分是什麼東西 呃最大眾應該還是鮭魚吧 鮭魚齁 OK 當然農產品啦 或者是乳酪啊之類的 對 那你的家人知道你正在做這件事嗎 呃知道知道 鼓勵你嗎 呃就是 也不能說鼓勵但是就是 支持我正在做的事情啦 然後 但是當然也是會 呃就是會比較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考量我的 人身安全嘛 或者是說 之後怎麼樣 呃 譬如說我們要募款啦 他們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 有財務的糾紛啦 覺得他們對錢 或是政治這方面都會比較小心 但是 所以我就是要很耐心的去安撫他們啊 譬如跟他們說 喔我們的募款 都有找律師事務所 幫我們 這個信託嘛 信託費用 所以 所以這方面我們會 就是很小心的去處理啊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定期的公佈 我們的這個支出明細 那讓大家可以安心的捐款 或是持續的監督我們做這些事情嘛 是 那當然 碰了這個問 碰了這個議題 我自己當然是不會想說之後 然後再到中國去了嘛 因為 之後大概也 黑名乾 怕去了也會有什麼危險 對啊 是是是 對對對 就是心裡面有個準備啊 不過 我不曉得 的物價很貴嗎 挪威的物價大概是世界上最貴的 大概跟瑞士差不多 那那個貴可以舉例嗎 比方說 漢堡啊 或者是可樂啊 香菸啊 就是這邊的那個大麥克啊 麥當勞大麥克單點 就是要挪威120克了 那換算成台幣的話乘以4 500塊 一個大麥克要500塊 450塊台幣這樣 450塊台幣 那很貴吼 對對對 天啊 吃一頓飯一個大麥克就要400500塊了 那這如果再加個可樂那就不止了 是啊 所以這邊基本上 就是不用想要外食啊 大概就是 能自己煮就是盡量都自己煮這樣子 會那麼貴一方面也是說 他們很尊重他們的人力成本 所以他們給每個員工的薪水都很高 所以這就會反映在他們的物價上面這樣子 薪水有多高 薪水他們的最低時薪 他們沒有法定的最低時薪 但是行業的通則就是150塊克 所以也是乘以10 大概就是台幣5600塊這樣子 我們才130塊 對啊 那就是台灣的至少四倍 對 是是是他總人口多少 總人口大概 我想一下500多萬人 才500萬人啊 對 這國家不大呢 人口數不大 土地都很大 土地非常大 對 因為我看冬季奧運的時候 挪威不得了 他表現非常好 對啊 對啊 他們很熱衷於滑雪 還有各種的雪上運動這樣 是是是是 是冬季奧運的大國啦 是是是 好 那這個 因為其實有很多可以訪問 比方說在挪威的制度啦 挪威為什麼那麼 小國但是那麼那麼 傑出了 可是今天沒有時間了 我們非常感謝約瑟夫 這個台灣小孩 你台中人嘛 台中人 感謝你為台灣的打拼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如果需要什麼幫忙 盡量在網路上我們 糾縱一起 好 好不好 謝謝大家 OK 好 那我們就進行到這邊 謝謝你 那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